恐怕只有兩拳三拔 這一球打成在中間方向出現了Hito 一路滾到了後面區域 所以孔定恩現在要一口氣來到了二壘 超出一個Leon Double 第二次安打是一支敞打二兩檔 孔定恩站上了得點圈 慢慢有比較好的這種感覺 變化球過來 你看他 你會覺得他好像輕輕的打而已 其實他下棒的速度很快 然後球打到他當然就會飛得比較一樣 那瞬間擠球的時候他的手腕才往前帶進去 這我覺得他的重心保持得很好 對 其實就是他棒子下來的速度 這樣出現了 短棒擺出來點 點的位置還不錯 扶手接球傳一壘 成功的犧牲端打 把原本在二壘的跑者推進上到了三壘得分的大門口 林大安這個球來傳也傳得蠻快的 再來看一下 點的位置 力道都恰恰好 第二段 單 接球傳一壘之後還有點跌倒 對 重心有點不穩 入擊來到了三壘 現在看看新元旭這一幫 三壘方向 車步邊 穿過去了 這個時候分數要回來是沒有問題 而且新元旭一口氣要持續來攻撞到得點圈 Lennie gotta hit 新元旭打出二壘安打一分打點 打下了波瀟漿 這樣這場比賽第一分 1-0 連球非常的好 兩支安打都是長打 對 這個球也是投到比較好的位置 這個子豪應該沒機會了 這是非常標準車步邊的一個穿越安打 這球非常的強勁 越過了二壘手上空行車安打 現在新元旭繞過了三壘 要持續來搶攻本壘 回到了甜蜜的家 攻下富汗漢將的第2分 劉俊豪的試食一級 帶有一分的打點 庫大領先為2-0 還是等到他的直插球 掌握得非常好啊 這個打擊耗費了有9球啊 還是掌握得住了 所以他的發揮跟孔雷恩的發揮 對球隊的貢獻就蠻大 是 這個林楚杰跳得就算再高 可能也沒辦法攔截了下 還沒有辦法抓到三局下班的 第三個出局數 好像在這個半局要投第三個好球 有out pitch的一個時候 都會比較辛苦 對 感覺上打擊的策略是有 有知情喔 走了 傳二壘 抓到了 抓到了 這個時候哪裡跑 劉俊豪死在二壘之前 成為第三個出局數 結束了這個半局 富汗漢將的攻勢 攻下了2分 2-0 領先同一失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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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